我们这个锅是在甲骨传承的基础上 由我们姊妹五个集中各自的仓品而建立所建的 我们这个管理现在的仓品有五千多件 可是现在占出的是两千八百件左右 我们这种标报告官有三四个主要的占庭 第一占庭以收标、坏标为主 还有十当的派标 这个坏标的特色主要以大把劲为主 这个整个大把劲市场也叫中国市场标 它从乾隆湾起一直到民国早起 在中国景小 最后是在香港民国早起结束的 这是一座德国早起的卦 它的生产年代是十八世纪早起 它这个种子特别是有作产的权力 而且还带日历 它这个带日历的卦工极为烧件 它上头的这个小人、小坦石是一手工推第二种 比较有特色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生产的苏种光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手工制作的 是包含着中国的工匠精神 像这种苏种美化的牌子在1915年 巴拿马国际博然会上和茅台酒同时获得了金江 我对这一种造型比较心爱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种标 每块都有各自的时代特然 尤其是这苏种光红 我们大小就跟着父亲学习修理种标的技术 现在我们都是物种标修复技艺的传承人 我们准备把这种修复技艺的工艺传承下去 把我们把博物馆的法展装大 当把博物馆毕生的堆轻